哎 你拉我回去干什么吗 要不这样子我来直播你你你你你去熟悉这东西咱们现在去行不行行不行好不好 你说嘛来来你大晚上发现你手机发现了你我在这里直播爸爸我跟你家人们说 你不要跟我家人们说我家哥不想看到你啊你大晚上的拉我去哪里吗 我跟你家人们说你去熟悉这东西咱们现在回去行不行 好不好不要妨碍我了家人们我我应该拉他怎么办家人们 家人们你们说我来我该拉他怎么办 对我家人们不想看你你赶紧走好不好我求你了你不要在这里拉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好不好 来咱们啊咱们家人们我要不要跟他回去啊家人们你们说他一直在拉我 我要不要老婆你你不要舍弃了好不好你去你不要拉我你别拉我不是你不要拉我老婆是最乖的好不好 你我我我跟他们说好不好我跟他们说这家人们行不行你你家人们这东西吗好不好家人们我应该拉他家人们我应该拉他怎么办 我又不要跟他回去他老是这样子 他一直拉我想他想拉我回去我要不要跟他们回去家人们 来你们打在公平上你们来跟我讲我来听你们的话我要不要跟他回去 不是你干嘛要替他们呢 他们是你的家人啊 我的家人啊 什么你的家人吗 叔叔阿姨跟姐姐们都是一路陪我到现在的 要不是他们的鼓励的话 我没有 我到今天我不是现在的黑妹了 你不算什么 你在我心里面已经不是什么了 爸爸 你应该要听我 不是 不是这样 我是你老公 懂不懂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子做了 好不好 你回去 不要拉我了 你赶紧回去 你在我心里面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我已经改了 真的 我已经向你解释了很多很多了 真的 我小宝也不会认你的 你赶紧走 你赶紧走 你先回去嘛 你赶紧走 好不好 你先收拾东西 我跟你家人说 行不行 赶紧回去 好吧 你赶紧回去 不要拉我 不要 不要在这里妨碍我了 我要跟我家人们好好说 好不好 你回去的话 就这样子走 没得过来收拾东西 不是你拉我干什么 走走走走 家人们 家人们 你们帮我做 你们帮我做证哈 家人们 你去你如果他等一下要对我做什么的话 可能我把小宝包过来 好不好 行不行 你不要 你不要 你别 我跟你讲 然后咱们一家 你跟我的事情好好说 可以 你不要找小宝 你不要扯到小宝 我不会让你小宝也是我的 我不会让你看到我的 如果你真的 你你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 我已经我都说了 已经改了 如果你这样子不行的话 改定我直接把小小宝 你帮走了 直接把小宝帮走 这样让你一个人在这里 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看我都向你道歉了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永远不会让你找到我跟小宝的 我跟你讲怎么可能吗 我让你小 永远都接不到小宝 我这样子跟你说 感谢这个 感谢这个送出的礼物 谢谢 我都向你道歉了 小宝是我的 是我的 其实儿子 是我的 是我的人 赶紧走 赶紧走 我有 有权富亚他 懂不懂 赶紧走 而且咱们毕竟没有女症 你这样子想的话 我现在 现在跟你商量的是好好的 真的好好的跟你商量一下 赶紧走 如果你这样子不行的话 你看到没有 我家人们看 你家人管我什么事啊 来家人们把大拇指多点一下 咱们一边两天一边大拇指多点一下 要么咱们三个一起回去 要么我直接把小宝 小宝 我们两个一起回去 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你想的太美了 阿兵 我跟你讲 不可能的 你想的太美了 不可能的 你赶紧走了好不好 赶紧回去了 我都不是你 我 我叫你赶紧回去了 我都给你道歉了很多次了 这样的这几天不要拉着我的手 一起一起向你道歉 你赶紧但是你不要拉着我的手好不好 改天我会让你后悔的我跟你说 讲什么 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平上好不好 小宝是我的 他一直在这能闹 讲什么 你先不要闹好不好 你先不要闹 讲什么 他一直在这里闹 我 我又不能关直播 然后你们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不然的话 等一下 你们又看不到了 我一个人又跟着跟他面对 我怕怕他 讲什么 讲什么 把那三个字 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平上好不好 他一直在这里闹 等一下 等一下我怕 等一下 我怕我不能跟你们聊天 不能给你们看了 他老是这样子闹 我等一下我怕那个什么了 讲什么 你们懂的是吗 然后我王星哥 王星哥 那个两个 那两个字不要打出来 好不好 那两个字 那两个字不要打出来 我想好好的给你们看一下 你说为什么家人吗 我想好好的给你们看 然后你们其他那些字就不要打了 咱们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平上 你赶紧回去好不好 来来 咱们好好说 来来 你先坐下 来来 你先坐下 我跟你没话说了 你先坐下 我跟你好好说 你赶紧回去啦 你这样子是不是 你这样子对我是不是 赶紧回去啦 咱们把我让他回去 好不好 你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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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个人 我给你们看 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宝也是我的 对不对 我有我负 我有我 我有负责的吗 都在负责呀 小宝的吗 对不对 赶紧走 我是小宝的爸爸 对不对 你赶紧走 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一起走 不一起走的话 我把小宝 我们两个走 不要闹了好不好 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两个 真的 我已经改了想跟你们 就是咱们一家三 你先不要闹了 我说我很累呀 家人们 我太累了 我太累了 来 我跟你家人说 来 来 你坐下来 我跟他说 好 你确定 你确定 你确定要说的话 你确定要说的话 你就说 来 你就当着黑妹的家人吗 真的 我已经道过歉了 真的 我已经 说了 我已经改过了 他没有跟我机会 对不对 没事 你不想跟我过 对不对 好 小宝 我是小宝的爸爸 对不对 我有这个权利 对不对 你不要 我有这个权利 对不对 来 你们怎么搞都可以 是不是 小宝也是我的 对不对 是我的 对不对 我是小宝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可以 你不跟我走 是不是 没事 你要坐下来 你不是要好好跟我家人讲吗 你坐下来 你从头到尾 来 你从头到尾 我带小宝去找你的过程 你对我跟小宝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现在认错没有 你从开始说到现在 你给我家人说一下 我跟你们说之前的话 确实啊 之前的话真的 确实是我的错 真的都是我的错 说实话 来家人吗 把那三把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然后打屏幕了 你给我剪一下好不好 来来 咱们好好说 来 之前的话 之前的话 我真的 做错了很多很多真的 对不起黑妹的事情 对不起小宝的事情 但是我已经想好了 自从那个 接地 出来以后 小宝 是我的 就是我的儿子过祸 我已经想通了 真的 我一个人在八一三个不睡觉 在那里想 真的 我已经想通了 很多很多事情 你看现在我想通了 想跟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真的 我想跟我的小宝 包括你 真的咱们三 三个人 过那种西服密码的那种 但是你又不 你又不可跟我回去 你小声一点说 好不好 你跟我家人们说吧 就说你错在哪里 你之前怎么样的对待我跟小宝 你给我家人说一下吗 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说 我都知道的 你给我家人说一下吗 那来 黑妹的家人们来 你们说怎么搞 真的之前的话 真的 我做错了很多很多事情 来家人 我们就去 我就想偷了 我现在只想 给黑妹和小宝一个家庭 先你你给我你给我拉倒吧 你还想好好给我一个家庭 来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原谅他这个人吗 来家人吗 你们是有没有心进来的家人吗 有心进来的家人吗 求个一个我看一下 然后我把我 我把我这个事情好好的跟你们讲一遍 好不好 家人吗 来有心进来 不知道我过去 我小宝 我们两个的日子的那些家人吗 家人们 可个一进来 不知道的人 可个一进来 我 我好好跟你们说一遍 哦 还有那么多家人吗 还有那么多家人不知道的哈 感谢这个 感谢这个哥哥送的礼物 谢谢 谢谢哥哥 然后家人们 从以前嘛 我不懂事 我确实不懂事 被爱蒙蔽了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他也是现在这个德行 他好吃懒做 他什么都不做嘛 然后 我跟他分了 家人吗 是这种情况 我跟他分了之后 我走了 我换地方了 我换城市了 然后发现了我的有了小 我的小宝 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躲起来 我没有去找他 当时 当时我没有去找他 我也不知道他一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然后就一直一直 我是一直都是我一个人 偷偷躲起来 怀着小宝 然后直到今年 小宝现在六个多月了 然后我就偷偷的把小宝生下来 生下来了之后 我感觉 我生下来了之后 我感觉 就是应该要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不能自私到 连小宝到最后小宝长大了 他爸爸是谁都不知道 对不对 家人吗 你们说对不对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 而隐藏了小宝的爸爸 我初心 我当时的初心是这样的 我就想着小宝现在那个 我带小宝来找他的时候 三个月 然后我就想着 应该要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 应该要给小宝 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所以我带着这样的初心来找他的 我带着小宝以这样的初心来找他的 我没有想到 我带着小宝来找他的时候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以为我带着我儿子来找他了 他肯定是很高兴的 他肯定就是对我很感谢 很高兴 就是说他的 就是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什么的嘛 宝宝什么的 我以为他是很开心的 然后我也满怀期待的带着小宝来找他 结果家人们你们知道吗 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们知道吗 就是一直关注我到现在的家人们肯定是知道的 新进来的那些家人们肯定就不知道 我带着小宝来找他 反而就是 打破了我之前的那种想法 他根本就没有高兴家人们 他没有高兴的 反而就不认我跟小宝了 反而就是到家找到他的那天 他都不让我跟小宝进门 我的 我找他 我进山找他时候已经是半夜 已经是晚上了 下午了 然后就他在外面吃东西 他在吃饭 他在吃东西 小宝 我们两个没还没吃呢 我叫他给我们一点吃的 他不给 他不肯给 他叫我带着小宝 爱去哪里吃 去哪里去 去外面去找着吃 那我说阿兵你可以不给我吃 那给小宝也吃一点嘛 我说小宝那个如果就是大晚上了 小宝在哭了嘛 然后小宝饿了 我就给他讲 我说你不给我可以 你给小宝吃一点嘛 你们你们知道吗 他把他把有的那点吃完了 他不给小宝 然后剩下的那些 他全部就直接用手抓一下 然后就多的那些就是给他另一个了 他不给小宝的 然后晚上我说晚太晚了 给他找一点吃的吧 小宝太饿了 然后也让我跟小宝住下来 他不仅他不仅对我跟小宝 他对我的态度不好吗 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 但是他还是 他还是对小宝不理不睬的 他根本不会看小宝一眼 那家人吗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他根本不会看小宝一眼 然后也不让小宝我们两个留所 他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没办法 我就带着小宝走了 走到去镇上 我们这边的话 家人吗 就是 农村里面的话 挣上那种二三十块的旅宿啊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还有没有这样的 我们那边还有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还有那种二三十块钱的 然后我就开了一个三十五的家人吗 我就开了个三十五的 我就住他住下来了 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要继续找他 他继续这样子对待我们 我跟小宝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管的 然后之后慢慢慢慢的 他说他要去做那个 他说他要去做那个相关部门去做那个嘛 在什么 你们懂吗 你们懂吗 他说带着小宝去做相关部门的那里 我说行啊 然后他叫我拉米嘛 他叫我拉米 那我当时是没有米的 我没有米 然后第一次是他也没有米 我也没有米 然后他们他的妈妈阿姨 他的妈妈给了我们五千五千的 我高高兴兴的跟他一起去县里面 到了那个 门口 到了那个部门的门口 然后他说叫我跟小宝在那里等他一下 然后他就 钱 那个米他不让我 他不让我拿着的 他说给他 然后我就给了他的家人们 你们知道吧 就是这些事情 就是你们一直关注着我的人 你们应该知道的 对吧 然后家人们 你们知道的 来打个知道的 让我看一下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的 然后他在他在我这里把那个拿走了 然后小宝 我们两个就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了好久 然后就一到下午了 有那么多人知道 谢谢你们 然后我们等了一下午 结果他来了 家人们 他来了 他来了之后 换了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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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问他 怎么那么久 还换了还换了一身衣服 拿你来的 结果家人们 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拿了一个 买了一身 然后多的那些 说去吃了 去吃饭 叫上他的朋友 遇到遇到朋友了 说他的朋友比我跟小宝都重要 他必须要带人家吃一顿饭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就做不了了吗 家人们 做不了了就只能就这样子 晚上他把我们丢在那里了吗 让我们自己去哪里住 去哪里住 反正就不能跟他去他家住 然后他当时说 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这个的话 一人一半 他妈妈给的钱不能全部算的 他说只能是一人一半的 然后他又叫我 他又叫我找来另外的一半 他叫我找来另外的一半 然后当时我没办法了 我就打电话给我哥 在我哥那里借了三千 我哥当时是跟我嫂嫂卖了猪给我的 找来了之后吧 第二天我又找他了 我说我找到了 我带着小宝又去找他了 又去他家找他了 我说我找到了 来家人们 就是说我找到了 我去找他吗 就说去嘛 结果他又说行 那先拿给他嘛 我又拿给他了 然后谁知道 他去外面进场玩了 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又被他拿走了 当时 当时 当时我真的没有过多的想法 我以为是他说的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不对 三千又让他想拿走了 对的 我以为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 家人们 他把他拿到外面那些 跟一些男的男孩子在外面玩那个 然后就玩没有了 就是玩那种 就是玩那种 家人们 然后就没有了 之后吧 我又找我 他又骂我 他又把我赶回家了 他把我 我一直讨好他嘛 我想着他会回心嘛 他会回心转移 他会对我跟小宝好的 然后后面他直接 说钱又 米又不够了 叫我再去借 但是我真的没地方借了 然后他直接就把 那天他是 那天他前面是对我特别好 他把小宝抱着 再坐在沙发上 他见到我来 然后他说他要给我们做饭 要给我们买菜来做饭 给我们吃 怎么怎么的 然后就开始跟我要米嘛 说叫我找来 我说没有了 找不到 他就直接把我们赶出去了 家人们 你们有没有看到 大晚上那个时候已经天黑了 他把小宝背颠全部丢出去了 然后把我跟小宝都赶住 赶到外面 不能回去了 然后他说 如果不想办法找来的话 不准我再来找他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没有 不能回去 回不去了 然后我又带着大晚上的 我又背着小宝去增上 到了增上之后 我又去叔叔家 我住在叔叔那里 然后我又找了一千米嘛 找回来了之后 本来是要给他的 然后在中间他 他 我真的不想说了 家人们 我真的不想说了 我要是说 我要是说的太多的话 太心痛了 太伤心了 家人们 看到你们都看到了 是吧 结果你们看 家人们 他现在 他现在说 他现在说他要改变了 他叫我带小宝回去 有一次我带着小宝去找他 他跑到朋友家去玩 把钥匙藏起来了 不给我 不让我跟小宝去家里面住 他是朋友那里住的 没办法了 小宝 我们两个那个时候晚上下不去了 去不了增上了 去不了的增上了 然后 然后我就在隔壁阿姨那里借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突然跑了 他跑到三姐那里去了 家人们 我是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他过去对我跟小宝的伤害 他是因为有三姐 他才会那样子对待我的 所以说 到今天为止 家人们 你们说我应该跟他复合吗 我听你们家人们的话 家人们 你们 你们 你们说了算 他过去是那样子的 你% cervical裁胜 啊 我们一下誇見一下 终漂亮 iv主fter的 Utah 是 från啟来的 哦